去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山中生弥和戈登 这个分别来自英国和日本的学者 他们研究项目是干细胞疗法 那么诺贝尔医学奖之所以颁给他们 就是已经认证了干细胞的确 可以延缓人体的衰老 同时恢复年轻人般的健康机能 当然在干细胞的这个理论 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医学奖 世界性的这个认证肯定之后 它实际应用在人体上 真的是百分之百安全吗 它又能带来什么样 医学上的突破跟贡献呢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台北影益生医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朱恒毅朱总经理来跟他聊聊干细胞 朱总经理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先请这个朱总经理 我就称您朱院长好不好 因为您其实在台北和上海 不只是做干细胞 还有一些像健康管理 之前也在安法待过 那么就称您这个诊所的院长 朱院长好了 那院长能不能请教您 就是说所谓干细胞 最基本的定义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 我想我们身上 每天都会有细胞死掉 新陈代谢 或是我们身上 当你受伤的时候 当你骨折了 或是你心肌梗塞了 或是你中风了 是什么样的细胞 出来修复它 事实上就是我们 骨髓里面的一些细胞 这个细胞非常原始 它并不是一个成型的老的细胞 它是一个非常零碎的一个细胞 但是它跑出来 血液里面去的时候 它就会跑到受伤的地方 因为我们受伤的地方 会分泌一些讯号 让这些干细胞跑过去 形成一些环境 然后这些干细胞 就会发展慢慢地修复 成那个地方的一些细胞 一些组织来修复它 所以它在我们身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 而且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作用的一个细胞 所以我们称之为干细胞 它是可以分化成身上 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组织 跟细胞的一种细胞 好 所以干细胞疗法的原理 究竟是什么 它跟我们以前常听到所谓 因为基本上最浅显的就是说 让女人变年轻漂亮 但是好像干细胞还可以治病 比方说您现在在做的 就是跟这个像膝关节有关的 可见就是说如果让身体 其实很多病都是老化所造成的 如果让身体回春 干细胞如果能够帮助身体回春 美丽已经是次药 最重要是如果现在您的体能 可以回到二三十岁 那还得了我们的这个事业的寿命 我们的人生的愿望 可以延长二三十年 甚至四五十年 是的 我想那个时候 我记得在前不久 法国正在示威抗议 因为法国总统想把退休年龄 从60岁延长到62岁的时候 对 大家都在抗议 可是法国总统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抗议什么 因为到底能不能延得来 你们的平均寿命 已经比我们多十岁以上 事实上是的 因为基本上来讲 就像陈如刚刚主持人您讲的 我们的细胞 我们身上的这个组织 我们身上的器官都会老化 老化以后包括皮肤 皮肤为什么会松垮 为什么会有皱纹 为什么会有这种老化现象 这就是皮肤已经开始慢慢的 细胞都开始在老化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的干细胞 本来就可以修复它 只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 这种干细胞 从骨髓里面跑出来的能力 已经慢慢的烧退了 所以科学家慢慢就发觉 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科学方法 在年轻的时候取得一些干细胞 或者用一些新鲜的干细胞 能够注入到我们的 不管是体内也好 或者皮肤也好 或是关节也好 或是其他受伤的组织也好 它就可以去修复 这些器官或是细胞 让我们的组织或是器官 能够回到比较年轻的状态 所以后来我们发觉 因为在我们所谓的 抗衰老领域里面去 在美国发觉 用老鼠做实验的话 我们如果把干细胞 输到老鼠的身上 那么本来可以活21天 老鼠都可以活到66天 或者我们把一个年轻的干细胞 注入到老的老鼠身上 我们发觉这个老的老鼠 开始变年轻 开始变成有这个 很有活力这样 活力 这个胃口变好了 实量变大 老鼠会抓包 是的 所以其实在很多的 动物实验面里面也看到了 如果我们真正的把干细胞 不管是用注入到 我们血液里面去 或是打到关节里面去 像软骨 它都会重新长出来 所以现在的科学家 慢慢地发觉 干细胞是一个再生医学 它的确可以让我们老化 受伤的组织 回到年轻状态 或是被修复 好 听起来很吸引人 能不能告诉我们 干细胞治疗的原理 好像听说是 好像从这个血液里面抽出来 可是干细胞好像又有分 自体干细胞跟液体干细胞 您说打在老鼠身上 它打的是自己的细胞吗 还是其他老鼠的细胞 好 基本上现在干细胞 的确有很多种 我们举例来讲 像现在大家以前储存的 脊带血 它就是如果要使用的话 除了用在自己身上以外 它大部分都是捐给别人用 或是我们拿来用 那个就叫液体 因为它是别人的干细胞 基本上来讲 干细胞在现在全世界的 很多的这个 这个临床实验来看 觉得最安全的方法 还是用自体的干细胞 还有它不可以在体外被培养 基本上来讲 它是不能培养 在体外不能培养 也是用自体的 它是基本上最安全 如果用别人的会有排斥的问题吗 基本上要看什么样的干细胞 不过像我们要做血液的移植 像如果各位还记得 以前我们过胎明先生的弟弟 当时在得血癌的时候 他就要配对 对 为什么要配对 就是怕被排斥 所以基本上来讲 现在如果能够 自己的干细胞 当然会是最安全 很多人会讲说 自己的干细胞 会不会已经比较老了 只要说我已经80岁了 我用我的有什么用呢 可是基本上来讲 在我们的很多的论文上面来看 或是我们自己实际上经验来看 年纪大的人 的确他的干细胞的数目 跟他的活性 没有像你年轻的时候这么好 可是他还是你身上最年轻的细胞 他还是具有修复的作用 今天一个60岁的人 他今天骨折了 或他今天开刀了 他还是干细胞出来修复 并不会就不能修复 他只是没有像年轻人 恢复这么快而已 所以基本上为了安全的起见 将来10年或是更久以后 会有很多不同的干细胞出来 甚至可以用液体去做培养 这个我不敢讲 但以现阶段来看 在全世界的所有的临床试验来看 还是以自体的 不能在体外被培养的干细胞 是最安全 但是它还是有效的 只是要看它的活性 跟它的树木稳定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目前为止 以现阶段 我们还是用自己的干细胞 是最安全的 那如何要抽取自己身体上 最年轻的干细胞呢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抽血吗 OK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体内的自体的干细胞 我们目前为止分成两种 一种是骨髓里面的干细胞 一种是脂肪里面的干细胞 那么脂肪里面干细胞的缺点是 第一个是它只有一种干细胞 就是兼职干细胞 而且它的比较不是原始 它已经有一点 稍微分化到中间一点点 所以它的再分化能力 跟它的我们所谓的轰鸣 就是到受伤组织的能力 会比较差 最好的目前为止 也是最符合自然机制的 我常常跟人家讲就是说 当我们现在身体受伤 或是我们老化的时候 就是骨髓干细胞出来的 这是当时上天叫我们修复 就是用这个机制 所以大概十年前 美国也认为说 如果我们今天要治疗疾病 不是单纯为了美容 或是其他原因 要治疗疾病 要能够让这些神经的疾病 要能够让这些老化的疾病 得到治疗 我们就用最原始的这些概念 所以是骨髓的干细胞 那么早期我们骨髓干细胞 都要钻骨髓 我想大家这是不愿意做的 因为又危险 而且很痛 对 而且它不是只钻一个地方 它要钻好几个地方 但是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们发觉我们可以用一种激素 我们叫白血球生长因子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骨髓干细胞 移动到我们血液里面去 那么移动得非常的充分之后 我们大概在第四天第五天 我们抽血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干细胞 而且非常的丰富 那么早期他们在做白血病移植的时候 抽的是造血干细胞 比较多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当时投资美国这个公司 他们整个的这个实验室 发觉如果我们收集的这个干细胞更完整的话 它可以涉及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干细胞种类 所以非常的完整 可以拿来做很多很多的用途 所以您现在的是 这个台北影益生医科技公司 是挂总经理 这个影益生机 其实就是投资美国的技术 来做这个干细胞的萃取 而且再把它回输到人体去来做治疗 事实上当时我接触美国这个公司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时美国布希总统在不准干细胞研究的时候 那么美国很多干细胞公司都crash掉 就是都不好 为什么当时布希不准它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很多都是用胚胎干细胞做研究 胚胎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胚胎有道德上的问题 因为你要取得胚胎干细胞 是的 它可以分化成身上任何 你知道它一个受精华可以变成一个人 对不对 可是基本上就是因为它太强了 所以它很多的分化不受到我们自己的控制 尤其你用议题的 所以它会有癌症的可能性 那么也会有道德上很大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对 然后还有科隆 就是我们所谓的复制人的问题 所以当时全世界在对干细胞 做很多的研究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得到就是很多被受到限制 OK OK 可是欧巴马总统他发觉 他的开放是说 在有限度的条件之下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对于疾病 用干细胞来做研究的话 那么它是应该被允许的 所以基本上 当欧巴马总统一开放之后 全世界很多的临床实验 就开始在被大家所使用 OK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干细胞在这两三年 是非常蓬勃的研究 尤其在很多临床上面 在很多的 像我大概三年前在美国受训 干细胞训的时候 我就亲眼看到他们打到膝盖里面去 对于老化的关节 本来要做全关节置换手术的 他们用干细胞打进去之后 它整个的软骨可以重新长出来 那疼痛的改善到达百分之百 然后关节的长出来的软骨 可以到达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它是一个再生的一个医学 所以我对干细胞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热忱 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很多的病例 而且是很安全的 用自体的干细胞 然后我才投入这个地方 不管是研究也好 我们跟国内还有跟国外 很多医学中心 我们也跟它做合作 像我们跟国内的两三家医学中心 来做很多神经方面 古德方面或是美容方面的研究 其实我们经验上面来看 在动物实验来看 或是说有一些国外的人体实验来看 其他效果都很好 所以现在很多我同意 很多在临床实验上面来讲 还没有到达一个常规的治疗 可是我相信这个train 就是这个方向是对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趁早能够 尤其像我们台湾 如果主管机关能够更开放一点 让我们很多对这方面 有兴趣的学者出来研究的话 我相信干细胞 不管在台湾也好 在全世界也好 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那么对人类也是一个很好的希望 好 我认为大家一定都很了解 如果我想来做干细胞 到底可以对我哪些方面 有帮忙要怎么做 您现在还同时是台北妇乐诊所的院长 是的 对 所以妇乐诊所跟引益生机 都是在做干细胞这个部分 是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两家诊所 是做什么样的分工呢 是的 因为我们在取得干细胞的时候 是一个医疗行为 所以它必须要有医生 有诊所 有医院 那么来取得干细胞 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 我们取得干细胞 在妇乐诊所取得干细胞 但是我们是送到非常标准的一个 实验室里面去处理 去储存 所以这个处理跟储存 是一个公司的行为 所以它是一个公司 所以基本上它两个 其实是一个一体的机构 只是一个是医疗机构 一个是实验室跟储存的机构 那么它其实配得非常好 所以我为什么身兼 医院的院长 但是也身兼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原因就是它是一贯的 当我们取得了这个干细胞之后 我们很安全地 在规定的一个时间跟方法里面 我们送到我们的实验室 然后做一定的处理 然后做储存 那这个储存可以在零下负196度的 液态氮的储存方式下 我们可以储存一辈子 台湾现在在干细胞的治疗 还有储存的技术上 在全世界是排在什么样的这个ranking 我应该是这样讲了 台湾的医学是非常的好的 我想我们台湾的医生的training训练 以及我们台湾的这些医疗机构的 这些实力其实都是够的 只是我们的诸管机关可能比较保守 所以在像以亚洲来看 亚洲的干细胞研究的最好的应该是韩国跟新加坡 又是韩国 对 韩国 而且他们是国家的政府来全力的支持 是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因为美国才刚开始也没有多久 所以其实我常常在讲说 如果今天我们主管机关能够更 不要那么保守的话 其实台湾可以挤进全世界研究干细胞 或是使用干细胞的运用方面 非常前进的一个地方 好 那请问一下 这个是我的期待 我们跟韩国新加坡比 什么东西我们因为主管机关的关系 还没有办法做 但是韩国新加坡已经在做了 好 我应该是这样讲 我不晓得最近大家还没有记得 前一阵子有一个巡巡的事情 就是他因为车祸了 那么就神经受到很严重的审害 他当时存了几代血 事实上他的年纪是可以用他自己的 寄带血 很难得 我们现在寄带血因为树木的问题 其实应用到自己身上的机会不大 可是这个选循是应该可以用的 医生也愿意用 可是被我们的主管机关挡下来说 这个东西还没有成熟 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在国外有很多的 所谓的恩慈疗法 就是说当医生觉得 已经没有别的好方法 可以在治疗这个没有办法救的疾病的时候 我们有恩慈疗法的这个法令 来让他可以试他想要有希望的东西 是 反正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对 那很可惜 所以丹妈妈那个时候说 当时被骗了 要把脐带血丢掉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同样道理 其实在新加坡 在韩国 其实他们可以用某些的法令 去符合让他使用这样的东西 国家也支持这样的研究 尤其在韩国 他在美容方面用干细胞用的非常非常多 国家也支持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就是说 国内的主管机关能够在比较好的法规之下 或是能够在比较情况之下 其实应该稍微的支持一下 国内对于干细胞的学者 其实国内有很多学者在研究干细胞 尤其在神经学方面 在骨壳方面 其实有的 那这个只是我希望能够更加的开放一点 所以干细胞应用范围是这么的广 当然女性爱美 我在大陆就听过很多的这个知名人士 他们都在做干细胞 果然都是有共同的特色 都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有活力 那么听说朱院长 您自己也做过干细胞 是不是 而且您全家都做过 当时为了引进这个干细胞 就自己当白老鼠 全家都当白老鼠 而且他的费用会不会很昂贵呢 这些相信都是大家想知道的 我们稍后下阶段继续来谈 本节新闻由克利斯丁国际控股 独家赞助 松山祠慧堂宏伟道教圣殿 降福之地 香火日盛 屈贤纳福 宝敬安民 祝祷祈求 国泰民安 教化 祈离 祭佑 救助 行善 宏道 弘扬母娘母爱光辉 肩负两岸宗教交流使命 举办两岸文化艺术饗宴 服务海外信众肚持政法 母娘信仰 白年历史 感恩由你相随 好 谢谢 15点钟 欢迎怨 一起陪你欢喜 一起陪你 吓 一起陪你 吓 乖乖 geared非 时时刻刻关怀你陪伴着你 跟海 分享关怀 分享爱 往往陷飞 奔向你成長的每一刻 往往陷飞 克里斯汀 东森 亚洲新闻 好 很多女性为了爱美 都做这个微诊 打玻尿酸 或者是打肉毒 或者做一些什么拉皮的手术 可是久而久之 你说这个皮能够拉几次 如果现在三四十岁 他就要拉皮 五六十岁再拉一次 可能拉到最后都没皮可拉了 但是很多人像这个刘晓庆 我们当然不能证实 刘晓庆有没有做干细胞 但是你看他六十几岁 还这么年轻 而且感觉到他那种活力 还有意志力 他刚从大陆的监狱里出来的时候 简直是憔悴到不成人形 可是为什么现在 不只是跟这个小男人在交往 还有他整个的事业 看他演那个舞台剧 他的这个活力 还有背词的功力 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六十几岁人 能够表现的 还有这个大陆的首富陈光镖 都有很多的传闻说 他们是如何保持像这个童颜 还有这个旺盛的活力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 那么您自己本身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 我觉得刚刚看到观众朋友 一定觉得对这个朱院长印象很深刻 非常的健谈 健谈其实除了口才好 要有这个毅力之外 最重要的脑袋还要很清楚 很多人讲到一般秀斗 忘了这个下一句是什么 还有一些数据 所以这就是干细胞带给您的改变吗 您可不可以自己谈谈做干细胞的成员 我想是这样子 基本上来讲 就像我们以美容来看好了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以前早期拉拉皮这种比较大的手术 现在已经慢慢不做了 都用微整形 不管是打玻尿酸也好 或是打这个肉毒感觉也好 但是大家现在慢慢发觉 因为这个随着每一次的打 它的时效会越来越短 对 而且现在发觉 打肉毒感觉打多了以后 会有很多的一些副作用存在 那这一次也因为这样 我们也真正的做了两年 跟中国医药大学合作 我们做了一个动物实验 我们把钙细胞打到我们的皮肤里面去 打到真皮层里面去 然后经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 我们去做皮肤的切片 来看它到底皮肤 是不是真的回到年轻的状态 后来我们发觉 我们只要把钙细胞 只纯粹打钙细胞 打到我们的真皮层里面去 那么后来发觉 我们皮肤里面的 不管是弹性蛋白也好 胶原蛋白也好 玻尿酸也好 玻尿酸接受气也好 整整都回到了它年轻的状态 还不说我们用一个老的猪 我们把它皮肤打了钙细胞以后 发觉它的皮肤都回到了 大概年轻的状态上去 那这篇文章 我们也在今年4月份 被世界的知名的细胞 遗址杂质接受了 而且还把我们灯在封面 所以我想这个对美容界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不要说震撼 但至少它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真正可以 让我们的皮肤的状态 回到年轻的 同样的状态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 老鼠的实验 打到静脉也是一样 它真正发觉老鼠 可以重新的毛重新长出来 使活动力增加 它的胃口好 意思就是说 的确干细胞 可以修复我们年老跟衰弱的器官 院长您愿愿透露 您跟您的家人 还有您的母亲 你们全家到底都做了 哪些项目成效如何 好不好 我举我母亲好了 我母亲今年80岁 她什么时候做的 她是两年前做的 她那个时候 78岁的干细胞 把她储存 她储存继续 而且她那时候 每三个月我们把她 稍微静脉的回溯 回溯 其实现在我母亲 在她的同班同学里面 非常有名 大家都说 因为我母亲是 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所以她那时候同班 有很多很有名的同学在里面 大家都开同学会的时候 不管是小时候 台中女中同学会 或是现在台大法律系同学会 大家看到她都觉得 她现在非常年轻 而且非常活力 对 我最主要是活力 对 而且她也 她现在的膝盖也功能也非常好 她一个礼拜可以打四天高浮球 她是打哪里 打脸 打膝盖 她回溯哪些地方 她回溯静脉 对 她打到脸上去 所以不但变年轻漂亮 而且她膝盖也好 她本来是老人家 都有膝盖会痛 她那个时候 因为膝盖的软骨已经 对 老人家都会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我的家人 包括我的太太 包括我自己身上 那么我的母亲 我的岳母 都看到了一些 非常正面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我非常有信心地 在这两三年在台湾 我一直告诉大家 不管你现在的 国外的临床实验 或者你相信 它能够对你做到 什么样的改善 这个没有关系 费用会很昂贵吗 费用我稍微讲解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健康的时候 能够把她干系包储存起来 当时我们投资 美国这家公司 事实上美国已经有 标准的程序 它在美国已经做了上千人了 它的费用大概也是 如果全部做完 大概也是25万到3万美金之间 25万到3万 那大概台币70到9 我们端看你做的 所谓全部做完 25万美金是包含什么样的 包含我们做一个检查 证明你是比较健康的状态 然后我们会给你打针 让干细胞从骨髓里面 跑出来到血液里面去 然后我们做一个 非常完整的收集 很安全的收集 完了以后 我们收集250cc 非常丰富的干细胞 然后我们把它送到 很好的符合GTP标准 也就是人体器官库 保存办法的这一个实验室里面 那么我们加以做最好的处理 然后储存 然后我们储存一年 然后将来我们还给你做 你用你的DNA 我们做了八扣单 所以将来要拿出来说 我们会符合你的DNA 才把你送出来 确保你的干细胞 不会被拿错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 像这样的措施 让我们的 不管是在我们的收集 储存 或是将来要取出来 运用的时候 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非常安全 而且非常符合 所谓国家的气官库 保存办法的这样的 对于无菌的保护 对于这个细胞的活性 我们都做到最大的一个 所以台湾现在储存技术 已经很进步了 储存技术 台湾绝对没有问题 像台湾现在很多的干细胞 包括我们的 脊带血的储存库 其实它都非常非常标准 那回输是限一年内吗 没有没有 还是说等到我什么 十年以后生病了 是的 都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发觉 我们因为全世界 冷冻储存的技术 现在非常的完善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只要做很好的 只要像我们都是用电 就是用电脑在整个 在控整个 像我的储存槽 它每个月会给我 一个温度的报表 它绝对不超过 零下-160度以上 好 不管你开槽取都一样 所以以这样来看 在国外现在冷冻胚胎 储存30年都没有问题 那么像我们美国的母公司 就是美国这家公司 它跟人家储存 干细胞储存盒 也是储存一辈子的 有没有不那么成功的例子 或甚至是失败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 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做法 用自体的 而且不肥养 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问题 效果没那么好的有没有 只有有人觉得说 好像效果没那么好 也有人效果没那么好 但是其实我们的满意度 到了95%以上 那那五个人 比较不满意的五个人 是什么样状况 你有没有做出归纳 通常都是 我们有两三个都是 做完第一次之后 它就摆在那边 然后就觉得说 做完第一次以后 它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是身体健康方面 还是美容方面 后面身体健康方面 所以我病 美容方面是你要做才会有 你不打到脸上去 只要有打就会有 对 有打到目前为止 对 到现在为止效果都很好 那身体是哪些部分的病 觉得比较没效呢 它没有所谓病没有效 而是说它打进去身体里面 它发觉 好像说它的对于疲劳感 对于它的这个 好像说一些肝功能的改善 它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但事实上我们90%以上 都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 在临床上面来看 那我们有很多临床上 好不好说像肝功能的改善 像喝完酒第二天宿醉 就是肝对于这个酒精的解毒 或者说它的这个 像我们有老花眼没有了 老花眼没有了 对 我们很好玩 我们有老花眼没有了 那很多这个睡眠变得很好 体力变得很好的 对 就回到二三十岁的状态了 不要说回到二三十岁了 我自己像我自己今年五十几岁 我觉得我现在像我很多的 这个以前跟我一起工作 二三十岁的同事 都觉得我回到四十岁 那样的经历跟样子 很有活力 对不对 主要是有旺盛的企图心 是的 而且最主要我觉得 怎么讲 就是我不会再觉得平常很疲倦 而且像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有家族性的糖尿病的病史 那我以前在服用同样的药的时候 这个血糖比较控制的 没有那么好 但我现在血糖就控制比较稳定 所以基本上 当然我绝对不可以说 这个一定就是干细胞的功能 我想我今天必须 因为今天我必须在观众面前 很诚实地讲 但是我们的 就是我的病例没有那么多 可是的确我们像我们接受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大概也有快四百人 在我们这边做储存 在台北 四百人 对 那么我们当然有很多是 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是大陆那边来的 大陆过来 高端的客人 那我们以整个的统计来看 我们之前不管是血液的抽血 或是我们做临床的一些问卷 其实效果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自豪讲 我们的满意度到95%左右 OK 所以如果大陆的朋友来的话 他们还要回书吗 所以第一次可能抽取储存 是的 然后还要再来两次三次来回书 可是他们那些人可能 如果要申请身份来 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不会不会 其实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自由型的城市 大概已经有 二十几个 吴隶师你们有没有考虑到 大陆去设这样的诊所 当然我们现在大陆医院 已经完工了 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上海 又是在上海 因为上海毕竟这是 大陆都知道嘛 这个医疗一定是上海飞机 最前沿的 对 我如果设在很多地方 大家也不相信 对 那基本上来讲 但是因为大陆今年 对于干细胞的法规 有很严格的一些规定跟限制 所以我们正在比较审慎的来看 应该怎么样跟医学中心 他们所谓的三甲医院 去合作一些临床上的研究 或是基础的研究 那我们的干细胞教授 从美国请回来的 两位很大的专家 现在也被聘为 这个上海的二一大的客座教授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关系 在各方面做这些东西 所以大陆一些企业家 也很放心的 目前为止来台湾 那目前为止 他们来台湾的 也没那么困难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 除了自由性以外 有一个叫健检的理由 对 他大概几天就签证完毕了 所以其实他也很高兴来台湾 做一个健证 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发觉 其实这个不是那么困难 讲到健检 其实您也在上海警康 健康管理中心担任阅长 是的 警康管理中心好像也成立了 大概十年 我们成立了八年 八年的十年 在目前也算是大陆 上海第一名的健康检查 对 我蛮自豪地讲说 我不要说第一 但是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健康中心 因为当时我把我台湾的经验 因为当时我在台湾 设立一个很好的健康 现在也很有名 那么现在当时 我就把这个概念 带到上海去 我希望服务大陆的高端客户 跟他们所谓的Expatrick 就是他们的外国的人 因为在大陆 大家都知道在医疗 是他们去内地工作 最怕的事情 医疗跟教育这两个事情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当时设了这个 那因为也把这个概念带过去 因为台湾的健康 本来做得很好 所以大陆很多企业家 也在我那边做健康 所以现在也做得相当的成功 那上海这个健康 健康管理中心 大部分都是台商吗 还是大陆 没有 其实我们台商 大概从当时 刚开始去的大概四成左右 到现在大概已经降到一成多了 所以有成都是大陆人 他们对于整个服务的水准 对于我们整个的健康的完整性 其实都相当的 所以你刚才说 国内的主管机关 对于干细胞的疗法 有一些限制 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能够应用的范围上 比不上韩国跟新加坡 那么未来如果有明年中 上海的这个影异生医科技 在上海成立的话 大陆方面对这方面的法规的管束 跟台湾比起来呢 其实我不认为大陆是这样子 大陆在过去的几年 那真的是很松 尤其他们军方医院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但是他们比较没有规范 也没有做真正的论文 还在实验阶段 就做很多 可是他们就收费 他们就跟大陆收费 但是我也亲眼见到很多 因为干细胞治愈的例子 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想说 如果干细胞的确在临床上 有这么好的效果 那么我如果用美国这样标准的SOP 用美国很符合法规的标准的方法 自体的不培养的这种干细胞来做 我想应该效果很好 所以我才投入这样的 博管的这种服务 那我也深信明年开始 如果说我们在大陆做的时候 大陆法国不见得会比台湾松 台湾像我现在在做膝盖的治疗 或者我们知道 其实我也申请了台湾的TFDA 就是台湾的卫生署的核准 现在正在申请当中 而且我跟台湾的医学中心 也做了临床的实验 我也是很标准的在做 我企图希望把这个东西 推到很好的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好 朱院长 就现行的技术 您觉得什么样的年纪 归纳出来什么样的年纪 以及什么样的病症 什么样的诉求 是最适合做干细胞抽取的 好 我现在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的干细胞是以20岁到45岁之间 是最年轻最年轻最新鲜最棒的 但是就算你50岁60岁 也不算太晚 有中比没有好 所以这是我呼吁的第一个 趁你健康的时候 尤其像我们现在储存到 最多数目的其实是一对父子 爸爸已经60岁 他可以储存到7亿的干细胞 几cc 7亿 250cc 它的数量很多 它的数量很多 每个人不一样 可能它的250cc 对 因为每个年龄 跟对于药的反应都不一样 那它是7亿 那最少的是多少 最少是1亿多 1亿 差到7、8倍 对 差到7、8倍 那会不会放越久越不新鲜 不会 我们现在发觉 我们现在以现在储存 每年拿它的活性出来 都没有减少 活性都在97% 多半是治什么最有效你觉得 目前为止在美国 我觉得有四样东西 现在是已经进入到第三期 甚至于快到 很成熟了 对 第一个是心脏 在美国心脏病做了第三期了 第二个是膝盖 我刚刚讲的退化性关节炎 因为我们在动物实验发觉 它软骨长出来 在人理 我在美国看到了这么多例子 也成功了 第三个就是美容 的确有非常好的效果 第四个是眼睛黄斑部的病变 就老化眼睛黄斑部的病变 也有一定的效果 那我们美国的总公司 这一家公司在美国 已经跟18家医学中心 哈佛 西北大学 Kanal 这些做很多很多的临床实验 所以我相信在很多东西 包括皮肤上面 包括神经性的疾病方面 甚至包括第二性糖尿病 将来都应该有些突破 不过这些东西 都目前都还是一个临床的阶段 我也不敢讲得太早 但是刚刚我讲 以这个chain来看 我对它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干细胞去年 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之后 现在可能世界各国 大家都要在这方面来 对 都投入它的很多的研究 甚至于临床的实验 目前为止 应该没有什么技术 可以取代它了吧 对于抗衰老 对于回春 对于机能的修复 是的 我认为干细胞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讲 它第三次医药革命 就是目前为止 在医学上面 还看不到一个东西 是真的对再生医学 有这么好的机会跟效果 所以我认为干细胞 绝对是未来的希望 好 所以您刚才一直提到 国内的法规有一些限制 以至于非常可惜 很多人就是白白的 失去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您觉得未来 您希望在法规上 还能够有什么样的突破 以及在技术上 未来又会有什么样 让大家觉得 哇 耳目一新的 是的 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的主管机关 能够多了解干细胞的 不管是国外的一些发展 对于比较安全的干细胞 好像我刚刚讲自体的 或者说我们不培养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拿来 怎么样能够拿来使用的 第一个 只要国外已经有一些例子 不管是它在临床实验上 已经有例子了 那么我希望对这一些的实用方面 我希望要能够稍微送一点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些神经受伤 其实国外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包括这些所谓中风 我们国内有中国医院大学的林院长 他对于这方面 其实做了很多研究 也跟卫生署做了一些 中风的一些研究 那么他也是现在全世界 中风方面如果用干细胞做治疗的一个主席 所有的这些方面论文都要经过他的审视 那像他来主持一些东西 我总希望国内的一些主管 机关能够稍微放松一点 能够不要那么严格去控制 就像我刚刚讲的讯息 如果能够用恩慈疗法给他一些机会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更有机会 而且让这些真的受伤的这些患者 更有重生的机会 不管他今天是受伤了还是中风了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现在坊间也很多公司打着这个干细胞的名号 我们究竟要去如何选择真正专业 而且有国际医疗认证的公司 对 我想这一点我必须很大的呼吁 可是我也必须要讲这个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一般的群众对于医疗常识跟医学人员 已经差太远了 何况干细胞 因为干细胞连接的医生有很多 也都还不见得懂得很多 那么很多就像很多 他说这个拿来打里面是干细胞 或者很多美容产品里面干细胞 不可能 你任何一个化妆品里面 怎么可能会有细胞 细胞在这里面怎么可以生存 不可能 我们都知道细胞要生存 必须要很好的培养品 所以很多是用干细胞的培养液 或它的萃取物等等的 所以消费者是真的要弄清楚 就是说你现在很多是 你的干细胞是哪里来的 是脂肪的 是周边血的 那你是怎么取得的 或者说你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数目 它到底经过什么样的实验室在处理 到底储存能够储存到什么程度 这样它的应用 是不是真的有跟这些医学中心合作 还是它只是违法的培养以后就给你打 这个其实国内有很多 所以我想我也必须呼吁 就是说干细胞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 是真的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机构去做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也知道 总是在很多商业的宣传上面 有些我只能呼吁大家 尽量的去从网路上也好 从认识的医师也好 那么从资料上也好 多去了解现在的干细胞 那么我相信总是会选到比较好的 多看多比较也多多研究 毕竟这未来是一个趋势 而且真的还蛮振奋人心的 如果其实两万五千美金左右 能够真的让你回春二三十年 很多非常有钱的人都说 我愿意用我所有的财产来换我 十年五年的青春都愿意 但是现在干细胞真的做到 而且不用它所有的财产 我相信 我只能说我相信 而且我也对它有信心 我对它有热忱 太好了 所以这个是好消息 其实大家听的应该都蛮振奋的 但实际在应用上 可能大家要衡量自己的需要 同时还要多多做一些研究了 是的 我们非常谢谢影艺生医科技公司的 总经理朱恒毅 朱院长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稍后回来雅致到现场 继续为您播报 这一期消息 本节新闻由克利斯丁国际控股 独家赞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